新增一名Omicron突破性感染 37岁的男子6月才在香港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将近半年后 这个周二他从美国搭乘国泰航班返港 结果在机场PCR呈阳性病毒量高 经测序分析确认感染Omicron 目前全港累计5例 下个星期一开始 美国抵港的香港居民 要先去到竹高湾检疫中心隔离7日 再去到检疫酒店 完成剩下的14日隔离 而在55天 北京即将举办冬季奥运 北京冬奥组委会决定 凡是跟冬奥相关的人员 建议采取包机方式抵达 另外大陆民航部门 也在协调增开冬奥临时航班 降低搭乘商业航班的几率 同时必须完整接种才能登机 市澳人员来华14日前 每日进行健康监测 来华14天前 完成全程疫苗接种 航班起飞前96小时 需进行两次核酸检测 好 一天新增51例本土病例 重灾区在内蒙的满洲里 属于群聚式感染 包括教师 学生 公司等范围广阔 目前满洲里 已经有120个社区和场所 封闭式管理 第二个重灾区 是浙江 宁波新增的病例 42% 是60岁以上的老人 另外浙江杭州和浙江绍兴 都有病例 已经针对了病患所在的社区 进行全员PCR检测 TVB的新闻 余信翰 陈向如综合报道